有家鲁儿店老板把没人要的猪皮做成了招牌菜 经过特殊裸制竟卖到了40块钱一斤 不仅色泽又人飘香四溢 同时满满的胶原蛋白 听说馋上一口过后能顶一张面膜 那么今天就将这款密制五香卤猪皮的配方跟制作分享给大家 制作这款五香猪皮实现准备新鲜猪皮两斤 然后进行制皮破坏猪皮的焊线 去除猪皮的腥烧味 以及残留的毛根 再加入没过猪皮的热水 醒发10到15分钟 这样便于将猪皮刮洗得更加干净 将猪皮刮洗干净过后凉水下锅进行焯水 加入去腥实验套姜 虫 烤肚白酒跟料酒 盖上盖子大火烧开 水开锅后继续煮至三五分钟 将猪皮充分的煮透 煮透过后控水出锅 再打去猪皮残留的肥油 这样的猪皮吃起来不腻 而且口感更好 再加入少许的百味之手 三五克食用剪 以及少许高度白酒 然后用力的反复揉搓 利用盐碱的腐蚀性去除残留的肥油 利用高度白酒充分的去除腥衣味 反复揉搓干净 过后加入热水清洗干净 反复清洗几次 直到将水变至清澈为止 经过一心液的特殊处理能够充分 彻底的剧出猪皮的肥油跟异味 然后将猪皮分成小段 将猪皮卷起来过后用笋指控板起来 这样猪皮的成型效果更好 这样才算将猪皮彻底的处理完成 下面开始制作核心的五香卤水 首先第一步就是炒制糖色 在锅里面加入少许食用油 倒入冰糖300克 开小火将冰糖炒至融化 炒至融化变成糖浆过后 注意色泽跟形态的变化 接下来糖浆会由密密麻麻的小泡泡 逐渐演变成大泡泡 开始冒大泡泡过后 15个素加入开水一碗 并且快速搅拌锅底 防止炸锅 继续开火煮至1到2分钟 挥发掉炒至的时候所产生的焦糊味 然后将糖色水出锅 成品的糖色水以不苦不甜 色泽为枣红色为合格标准 继续在锅里面加入少许清水 用倒火烧开 水开过后加入红曲米50克 继续煮至3-5分钟 煮出红曲米的色泽 部分煮出色泽过后 用密漏过滤掉残渣 然后将红曲米水出锅 红曲米水跟糖色水散射出来的 橙色效果为黄以透红 与重不同 下一步来制作一个飘香卤油 锅里面加入老鸡鸡油300克 猪油200克 色拉油500克 三种油混合 鸡油增香 猪油压制香料的药味 而色拉油能够让橙色色泽油亮有光泽 并且能够综合动物油的浓稠度 香儿不辣吃了不上火 香儿不辣吃了不上火 将辣椒编制干香脆 过迅速出锅 切就不能炸糊 同时将辣椒分开装 否则油的鱼温同样会将辣椒烧糊 发苦发黑 然后再将鸡油出锅 鸡油制作好过后再来配一组核心的香料配方 准备八角八克 桂皮五克 香沙五克 白纸三克 甘类五克 黄枝纸四克 碧波四克 老扣五克 甘草三克 白胡椒五克 拍破的香果一克 白扣两克 剩下的香料再单独装一份 虾磨炒两克 去脂的炒果一克 橙皮三克 丁香一克 小茴香五克 香叶两克 海草两克 薄荷四克 香菱草三克 红花椒五克 那么这两碗就是五香卤水的核心香料配方 将一组香料配方分成两份 主要是因为它们出香的速度不一样 以八角为首的香料是出香比较持久的香料 而以下茅草为首的香料是出香时间比较短暂的香料 所以想要卤水的香味保持一致平衡 那么这两类香料的更换频率也不一样 通常出香时间短暂的香料是出香时间比较持久的香料更换频率的一倍 只有及时将挥发带进的香料更换 那么卤水的香味才会始终保持最佳平衡的状态 如果你成功的学会这一招 那么将会淘汰市面上99%的选手 然后加入少许高度白酒跟没过香蕉的开水 盖上盖子密封醒发半个小时 充分挥发稀释香料当中的苦澀味跟药味 泡好过后过滤掉水分并且清洗干净 然后分别装入纱布或者香料包当中包裹起来 另外一份同样用纱布包裹 分开包装更换的时候将会更加的精确 所有材料准备齐全过后开始调配卤水 在汤锅里面加入猪谷高汤10斤 同时今天所有材料都是以10斤卤水为标准 加入美金汤8-12克的百味之手 美金汤鸡精未精各有克 美金汤鸡汁3克 然后加入准备好的所有材料 红麴米水糖色水 卤油 干辣椒 最后下入香料包 再加入冰糖20克综合淡化香料当中的苦澀味 然后用大火烧开 水开过后转最小火继续煮至30-50分钟 这一步的目的是让新起的卤水充分吸收香料的香味 从实在香味色泽调味品跟高汤高度融合 那么这样卤制出来的食材品质才会更高 时间到了过后下入准备好的猪皮 猪皮下锅过后用小火卤制40-50分钟 由于猪皮的特殊材质 所以火候一定不能够大 否则因为将猪皮组至软烂不成形 卤制时间到了过后猪皮金黄油亮油光泽 接下来关火浸泡15分钟 让猪皮再次充分彻底的入香入味 浸泡好了过后将猪皮出锅 最后淋上少许卤汁 那么这道正宗的五香卤猪皮正式制作完成 成品的卤猪皮设置红润诱人 香气四溢 尝上一口软弱抠痰 浓浓的肉香以及淡淡的五香味 随着搅动弥漫着整个口腔 尝上一口过后根本停不下来 那么这味道只能用一个字形容 绝